联盟大师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勇士目前大比分0比2落后 已经进入季后赛了 勇士依然延续着本赛季课场表现艰难的局面 很显然 不是勇士大义 不是为了磨合阵容 更不是给某些球员找感觉 现在竞争已经进入拼磁刀的阶段 齐局四胜制的比赛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有失 相信哪支球队都不会玩火 当然 咱们的讨论仅限在NBA比赛当中 在G2中 除了比赛结果外 有我引人关注的就是 最猛格林和小萨伯尼斯的赛场冲突 小萨伯尼斯倒地后 拉拽了格林的小腿 格林的鸟性 向来是名人不吃暗亏 哪能人由对手摆弄 直接一个灯塔踩到了小萨的胸部 就差没用脚在小萨身上反复摩擦了 从比赛视频中看 小萨还是很痛苦的 倒地将近十分钟也没缓过来 针对这个突发状况 NBA不少球星纷纷发表看法 答有给格林站台的意思 单赛后 NBA官方对此事件做出了处罚结果 格林被禁赛一场 虽然勇士队内也在声援格林 科尔甚至表示没有格林 勇士就不会有总冠军 但是没有格林的禁后赛 尤其是面对0比2落后的局面 相信科尔也很无奈 根据勇士队今天的伤情报告 维吉斯 普尔 小配队都是G3出战存疑 当然也不排除赛前烟雾弹的可能 国王队也放出消息说 小萨波尼斯胸腔不是出战存疑 不管别的存疑不存疑 属于孟格林在系列赛第三战 无法出场是板上钉钉了 G3对于勇士来说绝对不容有失 在数球整个球队的新切尔就彻底趴下了 那么问题来了 勇士主教练科尔在战术层面 究竟需要怎样调整 才能祭拜石头正进的国王呢 科尔的教练组在过往赛季的禁后赛当中 屡屡上演神奇变阵 印象最深的2014 2015赛季的禁后赛对阵辉雄 勇士在第二场和第三场中 被灰熊连下两成 一时间风平一边倒 大家看人闹不嫌失大 都等着看勇士被逆转淘汰的好戏 但身为菜鸟教练的斯蒂夫科尔 果断做出调整 放空托尼阿伦 任他在中远距离投篮 结果扭转了系列赛走势 看这次科尔会不会再次上演神奇 拯救勇士队于危难之中 一直觉得 勇士队的灵魂是科尔的教练组 很像老爷子波波维奇之与马刺 不管球队的成绩如何 只要有他在 球队的气质 精神面貌 球队文化就在 有球迷说科尔是简陋马克杰克逊 确实 马克杰克逊理应是勇士队王朝的奠基者 同时马克杰克逊也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主教练 对于自己的支教理念有非常严苛的要求 有他在 不可能允许库里等人自由发挥 冷头三分 科尔则吸取了之前马克杰克逊的战术理念 并进行了改良 引领了小球风暴 而且科尔的性格比较包容 懂得变通 所以自从接手勇士后 勇士打出了耳目一新的篮球风格 收获了不少球迷的喜爱 双方本轮系列赛的走向 究竟是国王一边倒 强势干凡未免冠军 还是勇士能够力挽狂澜 G3都将会是非常有看点的一场比赛 精彩程度甚至会超过有可能的抢气 总而言之 下一场比赛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教练组的临场调配 就看你有没有看似即将风起云游 却能扶手使得风平浪静的智慧 国王与勇士的系列赛前两场比赛 表面上 国王借助后场双枪的发挥 压制住了勇士水花兄弟 实际上 国王真正的取胜功臣是布朗 因为无论是临场应变 还是赛前针对性不至 布朗都做得比克尔出色 他是全联盟对勇士体系最为熟悉的主教练之一 仅通勇士的攻防体系 对勇士主将的特点和习惯熟悉至极 从勇士二连冠17到杜兰特出走后的低谷 再到上三季的夺冠 布朗教练经历了勇士的起起落落 面对如此熟悉对手 勇士可谓是被孕 在比赛中 布朗教练巧妙地破解了勇士队的酷追党拆战术 在与国王队的第二场比赛中 库里和追梦格林的党拆被对手强断 为国王队快攻得分提供了机会 此外国王队还成功地限制了追梦格林的传球 当追梦持球时 防守者贴身盯防 上下晃动以干扰他的传球视线 在其中一次进攻中 追梦试图传给库里 却被赫尔特抢断成功 追梦在低位被限制 库里和勇士的进攻发起点都遭到了破坏 勇士全场只有18次主攻 远远落后于常规赛的表现 勇士虽然拥有联盟最高的助攻术 但在国王的针对性防守下 他们的传切进攻打不出来 而失去追梦格林这个进攻枢纽 勇士原本就开展不顺利的传切战术 在系列赛第三场多半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另外布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勇士缺少追梦 他预计勇士将寄出更多的联防策略 看来布朗又预判了科尔的预判 所以科尔想要扭转这轮系列赛的走向 只能从心愿身上想办法 而本赛季才加入勇士的迪温秦佐 就成了那枚最值得重用的棋子 据统计 国王与勇士的系列赛前两场 迪温秦佐场均上场时间仅有16分钟 该数据跟常规赛相比 下降了整整10分钟 但是从比赛效果来看 迪温秦佐是排在库里之后 勇士队内第二稳定的控球手 需要注意的是 相较于状态时好时坏的普尔 迪温秦佐明显更适合搭档库里 二人在进攻端均能支配球 防守端也可以相互照应 拿两场印象最深刻的常规赛举例 2023年1月28日 勇士主场击败猛龙 库里全场得到35分11助攻 迪温秦佐得到12分11助攻 2023年4月8日 勇士客场击败国王 库里全场得到25分7助攻 迪温秦佐得到18分9助攻 虽然NBA意识上还没有出现过 未免冠军首轮0比2号 系列赛逆风翻盘的先例 但我相信 只要科尔坑打破常规 并且愿意把更多的球权交由 迪温秦佐处理 另外 经过两场比赛的较量 国王队的套路 勇士队应该是完全看透了 国王队的目标就是希望将比赛 拖到最后时刻决胜 国王队更加年轻 在体能上当然是占据优势 勇士队在课场因为过多的失误 让自己陷入了巨大的麻烦 常规赛勇士队可是三次击败国王 那三场比赛绝对不是一无是处 科尔真的可以从这三场 赢球场学习到一些东西 对于年纪相对更大的勇士队来说 想要击败国王最稳妥的方式 当然是在上半场就建立起巨大的领先优势 这就是勇士队在常规赛 能够打败国王的时候说做到的 但是常规赛勇士队在建立起领先优势后 发生的状况却是很快的 让国王队将比分破晋 今后赛勇士队还是需要打得更慢一些 尽量减少失误 不要让国王队拿太多的反击得分 勇士队也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使用库里 库里没有必要在第一节就打满 如果势头不对 科尔就该赶快还其他球员上来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库里在末节必须要有足够的体能 应付最后时刻的效量 个人觉得未来的比赛 勇士队的轮换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库明加在前两场比赛下来就打了十来分钟 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勇士队需要一个球员去让对手付出犯规的代价 虽然技术还不成熟 但是库明加绝对是勇士队可以利用的一个点 让萨波尼茨安然待到第四节 对于勇士队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勇士队需要主动给萨波尼茨上上强度 让他在防守端也付出一些代价 库明加在防守后卫方面或许比较迟钝 但是让他去保护进去应该还是可以移用的 勇士队要想赢球 篮板球争抢是关键 关键时刻 勇士队似乎老喜欢用头三分解决问题 第一场的最后时刻勇士队有两分不要选择头三分 结果维基斯孔为三分打铁 勇士队在第一场遗憾失利 往后的比赛勇士队犯错的空间真的不会太多了 在进攻方面 勇士队也需要打得更加冷静 过去勇士队不错的无球跑动在本赛季时变得很少 勇士队需要通过转移球制造进攻机会 而不是靠某个球员的个人能力去进行单挑 防守还是决定勇士队这赛季能走多远的关键 常规赛后半段勇士队的防守其实是有所提升 能够在客场和国王队打的难分难解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因为一些细节的处理不当 勇士队处于0比2落后的艰难境地 接下来的两个主场无论如何勇士队都要拿下 而以上这些 就是勇士扳平国王的最好办法 科尔接下来应该去尝试变真 基于迪温勤索更多的机会 另外千万不要太固执 科尔与其采取保守策略 当普尔和维金斯去担任不擅长的工作 不如大胆一点 让球上极高的迪温勤索去消化球权 最后提一嘴 科尔本赛季在用人方面确实有些捉摸不透 很多时候甚至很难看懂 兰姆和杰洛姆的上场时间 其中一大部分本应该分配给库明加和穆迪 因为如果科尔真这样做了 勇士也不至于在运动能力上完败给年轻的国王 大家觉得科尔的指教能力有没有问题